欢迎关注华尔街焦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 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 视频开头的这一段是当地时间 7月5日中国西安宣布临时管控7天 当晚人们在西安火车站前排起长队准备撤离 场面比春运还要夸张 近期中国多个城市在线疫情 让不少刚刚以为能喘口气的人 再次陷入到对于强制风控的恐慌 当地时间的7月6日 在北京市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地 379场新闻发布会上 世卫健委的新闻发言人副主任李扬介绍 北京将在7月11日起实施新的疫情防控措施 主要包括 一是出入老年大学老年活动站 和老年人健身娱乐活动场所的老年人 要尽快实现应接进阶 二是进入线下培训机构图书馆 博物馆 电影院美术馆 文化馆 体育场馆 健身场所 演出娱乐场所 网吧等人群聚集场所的人员 必须接种疫苗 其他限流预约场所 优先安排以接种疫苗的人员进入 北京的这个最新的动作 可能显得最为强硬 也引发了一阵热烈讨论 因为这也代表刚刚连任的北京市委书记蔡奇 为了政治局常委的位置 跟着国务院对着干了 二级电视找到2021年9月7日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新闻发布会上的两则消息 一是国家卫健委认定出台限制性措施 违背疫苗接种原则 另一条则是坚决杜绝二马联查和强制性接种捆绑 综合来看 这是北京市委书记蔡奇冲刺政治局常委的动作 不得不和国务院对着干 以蔡奇的资历 从浙江到中央进入政治局常委很有难度 蔡奇被视为习近平之江新军的重要成员 也是改革开放以后计少数 从中央委员会之外直接进入政治局的干部 虽然现在他是北京市委书记 但在8964之后 北京的地方大员进入政治局的路都不顺利 一种理论认为 蔡奇的最大作用是为直江新军站位 但这位子之后未必会留给蔡奇 他很可能也只是过渡性的人物 或许蔡奇本身也明白这一点 所以他很着急 希望在二十大之前做出突破 让习近平在平衡的过程中更多倾向于他 但现在在和李强的竞争中间 蔡奇已经赢得一分 就在不久前6月25日 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李强才宣布打赢了大上海保卫战 还没过足两个星期 该是在7月5日就宣布 将在未来三天内至少10个行政区 进行两次大规模核酸检测 但强调晒查期间不风控管理 这座超大城市有16个行政区 换句话说 半个上海或者1250万人 再次面临三四月份时的处境 出门必须持具有时效性的核酸 采样证明 不过对于曾经经历过下不了楼 又出不了门的上海人而言 相信这可以忍受 官方也在通报中说 7月3日4日上海连续出现多起本土病例 这些确诊者的足迹都与一处场所相关 星期二也有很多网络消息称 这个场所指的就是KTV 上海星期三宣布暂缓开放KTV 间接证实了这项消息 在当地时间 7月6日根据中国媒体财新的最新报道 KTV传播链已至32人感染 上海市中心城区及部分郊区 开展全员核酸筛查 在7月6日举行的疫情防控发布会上 普陀区的副区长徐淑洁通报 上海草岗娱乐有限公司 经营地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兰西路148号4楼 经营范围为卡拉OK包房 在本市KTV等娱乐场所 尚未准许营业的情况下 该企业擅自开展经营活动 且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导致疫情传播 上海市普陀区 根云茶市 K来米畅8 经营地址位于上海市普陀区 兰西路148号3楼 经营范围为食品销售 该商户擅自从事娱乐场所 经营活动 且为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措施 导致疫情传播 上述的企业商户涉嫌违法违规的行为 已被立案调查 在中国最大的城市解除为期 两个月的封锁五周之后 一些上海的居民又有担心 会恢复严厉的限制 根据社交网络上广泛分享的信息 一些家庭受到了粮食配给 这也加剧了人们的担忧 据一位居民在微信上写道 普德区又开始送菜了 法新社引述野村银行的估计 目前至少有1.14亿中国人 受到各种旅行限制 也包括封禁措施 而一周之前这一个数字为6600万 而在中国的另一边 1300万人口的西安 自从7月2日以来通报 十多例感染者之后 西安市政府在当地时间 星期二宣布将采取严格的管控措施 在持续一周的时间里 公共设施和娱乐场所关门 学校停课 餐馆禁止堂食 官方强调这是临时性管控 不是封城 西安在2021年年底 曾实行过一轮的管控措施 还引发了当地民众抱怨 买菜难 看诊难等等 官方也通报 西安这一波感染者染上的病毒 是奥米克戎变异株 BA.5.2分之 这是中国已知的第一起 由BA.5分之引发的本土疫情 回到6月26日起 便不断有人确诊的安徽省 最近一周 几乎每天都出现上百起病例 尽管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郑山杰早前承诺 要在一周内实现社会面清零 但无孔不入的病毒 似乎没有放慢脚步 统计显示 安徽这一轮的疫情 确诊人数已超过千人 且正在向安徽以外的地区蔓延 安徽省的大多数感染者 是在宿州市四县被发现的 在周三 当地政府下令 全县76万居民 非必要不流动 这一命令 是在发现第一波病例的 三天之后下达 当局还称 全县几乎所有的人 已在过去十天里 做了七次核酸检测 苏州市政府还表示 四县已将2.2万名密接 送进了政府的集中隔离中心 数十个发现 感染病例社区的居民 也被禁止外出 尽管采取了这样那样的做法 但新冠病毒 似乎正在向安徽以外的地区蔓延 苏州与江苏 河南 山东 三省交界 据这些省的卫生部门介绍 交界省份的至少十几个城市 报告了300多例苏州 关联病例 其中最为人关注的 莫国于江苏省的制造业中心 无锡市 以及一众位于长三角地区的城市 长三角是中国经济最发达 城镇聚集成都最高的城市化地区 无独有偶向来作为防疫 模范生的堵城 澳门特别行政区 虽然一直紧跟北京 采取强硬的防疫措施 最终也逃不过疫情肆虐 澳门本轮疫情 自6月18日爆发以来 累计的确诊人数已接近千人 据澳门媒体报道 已故独王何鸿燊创办的 澳门博彩控股有限公司 旗下的新普京赌场酒店 爆发了群聚感染 初步估计有13人确诊 因此澳门特区政府 在当地时间周二下午下令围堵 这也是澳门经一个月来 第二家被围封的赌场 这项宣布无疑给 如今游客人数不断下滑的澳门 再次翘翔警钟 澳门此前实施的抗疫措施 已导致许多游客无法入境 冲击了作为澳门经济命脉的博彩收入 显然澳门过去两年多来 在防疫政策上的一次次压住 此刻再也赢不下去了 至于要如何力挽狂澜 目前来看 相信还是离不开 最高领导人提出的清零政策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在6月29日在湖北武汉考察时 再度强调了坚持清零政策 还指集体免疫的防控政策后果 不堪设想 习近平也说 宁可暂时影响一点 经济发展也不能让人民群众 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受到伤害 无可否认的是 中国政府这两年多来的清零政策 已对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造成一定的经济冲击 举例来说 中国今年首五个月的就业市场 在新一波疫情冲击之下 加速萎缩 中国31个大城市城镇调查失业率 5月份达到了2018年以来的新高 升至6.9% 随着中国6月进入毕业季 这一问题无疑进一步加剧 中国总理李克强在5月主持的10万人 参加的全国稳住经济 大盘电视电话会议室形容 目前中国经济面临的困难 在某些方面和一定程度上 比前年疫情冲击时还大 呼吁确保第二季度的经济合理增长 和失业率尽快下降 市场也对中国经济前景感到担忧 不少分析预测 中国今年难以实现 5.5%的经济增速目标 在这些数据呼吁 以及担忧的推动之下 中国近来其实已愿意在 慢慢放宽防疫措施 例如中国工业和信息化部 取消了通信行程卡 信号标记 方便用户出行 通信行程卡软件 利用手机定位追踪用户的行踪 以信号标记用户 到过设议的地区 它被地方政府也用作 限制通行人员隔离的依据 在这之前 中国也宣布将入境人员和密接者 集中隔离天数 从14天减至7天 居家健康监测从7天缩短至3天 当时一些分析师则预计 这可能标志着中国 开始退出清零政策 但当疫情又在升温时 对地方官员来说 收紧几乎是一项政治本能 新冠疫情爆发至今 已有两年半的时间 不仅是力求清零的中国 全球多个采取共存政策的国家 新增的确诊人数 也不断在反弹和趋缓之间 来来回回 但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和全球供应链的重要环节 如果中国一直无法找到 走出清零风控的道路 无一将为当前低迷不振的 全球经济再添一层浓厚的阴影 以上就是今天华尔街焦点的所有内容 这是华尔街电视频道的新分支 在华尔街焦点中 我们关注各种热门话题 包括社会新闻 娱乐爆料 爆红人物等等 如果喜欢还请点赞和关注我们的视频和频道 谢谢大家的支持